东南亚的疫情是不是有恶化的趋势 泰国22号宣布新增了188个确诊案例 累计总确诊数暴增为599人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新记录 泰国当局指出新增的患者是因为曼谷一间全疾管爆发了群聚感染 当时有一场比赛吸引了几千位的观众 后续感染人数预估可能多达500多人 泰国的武汉肺炎疫情急剧恶化 但日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因为年轻人不怕疫情 照样的外出爬爬灶 导致感染的人数大量增加 新增的病例也跟之前爆出群聚感染的拳击赛有关 出现群聚感染的泰拳赛6号在曼谷举行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粉丝朝圣 据估计有好几千人观赏 泰国的公共卫生部呼吁 当天所有的观众都应该要接受病毒筛检 泰国当局预估当天有上百人带着病毒回家 因而特别警告 未来全国各地恐怕还会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为了控制疫情 曼谷市长宣布从22号开始 除了超市正常营业之外 所有的商场 拳击馆 美容院 都要停止营业22天 违规的人可能面临一年的有期徒刑 或是十万泰铢 大约九万三千元台币的罚款 卫生单位也呼吁民众待在家中 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成为地编译